不是平等的意思 以平等性 以平等的心 来帮助一切苦难中心 在这个世界 拥有财富的人很多 我坚固 得到崇高地位的人很多 也坚固 他们并不快乐 无论是在物质或者在精神 物质是什么 身体 身体是物质 念头是精神 有沉重的压力 是他不快乐 什么原因 他对于四十天下 没有看破 没有看透 所以不能摆脱烦恼 烦恼 是贫苦的根源 拥有财富的 他精神上有烦恼 是精神贫苦 佛在经上讲 六道众生 地位才高 摩西 摩西 受罗天王 这最高的 我也比这更高的 有没有痛苦 有啊 什么痛苦 不能明心见性 不能得大自在 还是为烦恼所困扰 他痛苦在四天 换一句话说 他不知道把这些痛苦烦恼放下 也就是说 他知足 他分别 他起心动力 盖位 以财师救济世纪 贫穷困苦之人 以法师 普利 无福文法之四 这句话说得好 顾名为大师主也 佛菩萨的财 是救世的 佛菩萨的法 是普度众生 普度众生 能接受的那个众生 要有福报 这个问题 难了 事出是一件福报 从哪里生的 我们修净土 净土是第一等的佛报 你修净土 不能成就 不能往生 是你没有福 你不能怪别人 造年 静宗学院 在美国成立 我写了个缘起 缘起里面提出 静宗同学 必须学习的五门功课 专讲新门 五门功课 第一个是 静宴三福 没福怎么行啊 第二是六福 第三个是三序 第四个是六度 第五个是谱心十月 和好记忆 我们用什么来修行 就用这五样 头一个 静宴三福 静宴三福三条 第一条 第一句 孝养父母 第二句 凤死四掌 我们想一想 这两句 有没有做到 如果没有做到 无福之恩 念佛也不能往生 几落世纪 这两句 落实在地质柜 地质柜做到了 你有福啊 感应篇 感应篇 你做到了 你有大福啊 十三页做到了 你有圆满的福报啊 所以 如是道 这三个根 这是 世出世界 福德的根本 你能不修吗 你也没有这个根 佛来教你 也只能给你 阿赖耶里头 种个善根 所以 一粒二根 勇为道主 这一生 不能拯救 为什么 没这个福气 佛家讲 缘分 这个福云 你没这个福云 你有这个福云 你才能有成就 你细心观察 每一个 往生的人 他要没有这个 福德的根源 他不能往生 第一个福 具足了 才能生出第二福 第二福是什么 受齿三规 具足众结 不凡为 的小臣腐 也叫二臣腐 声闻原觉 对于这个根基 再往上提升 大臣菩萨的佛宝 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 独送大臣 劝尽行者 总共这三条 十一句 十句是成就自己 最后一句 成就众生 那就是 为作大施主 劝尽行者 自己成就 才能帮助别人 自己没有成就 需要别人来帮助我 我哪有能力帮助别人 所以发誓 普遍利益 帮助一下 无佛文法的主持 给他阿赖耶士 下佛法的种子 他要真修福 他这一生会成就 他要不修福 这个种子 会到来生后世 到哪一生 你遇到圆了 你再修福了 就会成就 没福 不显了 世尊 世尊 夜深的行义 复会双修 每一天 都在正感 一切实 一切住 看到需要帮助的人 释迦牟尼佛 立刻就撑出 元首 做出榜样来 给我们看 讲经教学 教化众生 四十九年 没有一天空过 我们后人 怎么比都比不上 他对佛报道 身体好 老而不衰 一样教学 从无间断 辱命还表伐给大家看 八相成道 无疑不识 慈悲 教化 我们要知道啊 我 这是 Untertitle 第一 我 这